Hello,大家好 我是北欧的快乐的农民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今天要育种所有的甘蓝系列的蔬菜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今天要育种什么样的蔬菜 首先呢,这就叫蕾丝碗 然后这是绿色的和紫色的 蕾丝碗其实就是跟那个圆白菜一样 但是它是煎状的,煎醒的 但是吃的口感特别脆 然后这个是叫豹子甘蓝 这个是紫色的圆白菜 这个西兰花 这是菜花 这是皱皮圆白菜 这是棕榈白菜 然后这是叫胚 紫色的,还有绿色的 这两种特别好吃 然后呢口感呢就是跟水萝卜一样 就是水分特别多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 所以呢我今年要种多一点这样的这个蔬菜 然后还有就是这样种蔬菜 我很爱吃 到现在还有 这种蔬菜包死甘蓝 是我老公比较爱吃 好了现在我把土都给割上了 然后呢现在正在按 往下除枯了眼儿 甘蓝的所有的种子都很小 所以不用这个眼儿不用特别的深 所以割的土比较多 然后把这个土给压瓷式了 然后等我分盆的时候就好拿出来 根就不容易散 现在全部都种好了 我把这个一般都搁在上边 然后我这就有标签写着种的是什么 我拿的这个是咱们吃的奶油的盒盖 搅的 要不然买这种标签很贵 现在种好了 一会再加上土 然后再加上水就成了 可能很多好朋友问一下 为什么现在这么早就育种 因为呢我想吃这种甘蓝这种菜呢 它因为不怕冷 所以我想种两次 所以呢这次呢 我三月份就移到我的阳光房里 然后五月份就移到地里 可能夏天就能吃到菜 然后呢五月份我再育种一次 然后冬天能吃冬天还可以吃到这个菜 所以说我这种菜要种两次 不是说所有的都可以种两次 比如说这个包子甘蓝就只能种一次 但是这个我就应该种两次 然后还有这个种两次 我买的这个籽都是很快长出来的籽 你买那个种子的时候 去看一下有没有快速生长的那种菜 因为在咱们瑞典这种温度这种光照情况下 所以最好买一种那个菜是长的快一点的菜 好了现在全种好了 我为什么特喜欢种甘蓝这种菜呢 因为这种菜对比较适合瑞典这种气候 然后夏天也可以吃 然后呢冬天到现在我递的还有这种菜 所以呢这个菜的寿命比较长 然后还有的有的菜可以种两期 所以呢我很喜欢这种菜 并且这种菜它营养价值特别高 所以呢我觉得像我们北方人 如果特别喜欢吃炖的菜的话 把这种菜搁到肉里一块炖的很好吃的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还有一点想跟大家说明的是 这种甘蓝系列的菜到夏天必须得盖上一种网子 要不然有很多虫子会吃 给它的叶子吃了一个眼一个眼的 所以特别影响它的这个美观 我夏天会给大家做一个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应该怎么做 好谢谢大家今天收看再见 再见